微笑微笑 春怎麼寫啊 很酷欸 寫眼好像有一點點長 皮膚可憐 什麼牽掛 Hi guys 新年快樂 隱隱了就是新年這個特別節目 所以今天呢我找一眼 我們要起來寫春蓮 如果看過我之前的影片就知道 我其實有時候有學過書法 但是這是一件非常非常久以前的事情 今天準備了 筆 末汁 水 還有紙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吧 GO 妳有期待嗎 妳的筆怎麼弄成這樣 筆好可憐喔 欸你不要這樣 它現在只是有點出頭而已啦 我的筆不錯 我會先寫 然後再換一眼來寫 這個紙太漂亮 等一下妳的紙有沒有拿反 欸等一下 不是要登倒 顛倒 沒有沒有 你先寫完之後才會顛倒過來 但是後面的圖是要正還是要翻 沒關係它都可以 上次寫書法好像是 小學五年級還六年級 我寫得很醜怎麼辦 春 欸 春怎麼寫啊 啊 等一下 春 這是2 這個我也會 欸等一下我要查一下 so far we have一個2 壓力好大喔 喔 我幫它點了一個痣 這是我的第一份成果 雖然這個位置的部分有點跑掉 還是不減 我們等一下把它翻過來的時候 春到了 春意盎然的感覺 怎麼樣 你覺得有沒有比春好 蠻不錯的啊 好 換你了 真的不能練習嗎 但是你那時候畫的時候 你還這樣畫過去 然後再畫回來 我起來寫 NO 有什麼字 我在做什麼 很酷耶 欸 Seriously 搞不好你拍完 今天這支影片 就會變成書法名家 你就可以靠寫春聯賺錢 可以不要小看書法嗎 好 大家先想一下 來 等一下 她在補寫 好 寫快一點 EAN的首次春聯體驗 就全部都一樣 Oh my god Oops Sorry 剛好全部都一樣的style 但是只有這一痕 被我弄成不一樣的style 有沒有覺得 對自己有點自信 有 等一下 我要先用頭腦想一下 整個腦像有一點長 我等一下就把這個貼在你家的門口 可以不要嗎 你還想寫什麼字嗎 我真的覺得一言有種自成一家的感覺 聽不懂自成一家 這張我就送給你 你可以替他們腦袋 哇 謝謝 然後另外我還有準備這個 這是比較長一點的春蓮 天真歲月人真壽 春...什麼乾坤浮滿了 來吧 天好地好 來 等一下 我少寫字了 天好地好 春更好 你不要理他 豬多 涼多 福越多 接下來一言要寫的東西呢 是大概一年半之前 我們有一次在road trip的時候 我開始教他一些什麼中文 一言就照樣造句了幾句 然後我覺得很可愛 然後我那時候就把它存到我的手機裡面 所以大家可以敬請期待一下 好好好 決定了決定了 有意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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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一下 好臭喔 好臭喔 你笑得那麼開心 根本 好可愛 我的天啊 我幫你寄回去給你爸爸媽媽好了 不用 下馬鈴薯 像是法國炒的 很清爽的 我要寫一橫 改成四個典來了 那我現在請一言來解釋一下他的作品 來 好 那我可以 藍莓 藍莓多 總有酸梅 那個時候先我教他一句話叫做 樹大必有枯枝 人多必有白痴 然後他就照了一句 藍莓多 總有酸梅 來 下一張 下一個作品呢 這個我覺得非常的經典 來 馬鈴薯與馬衣薯 什麼意思啊 因為馬鈴薯大部分是圓的嘛 就00000嘛 你把它做成一個塑料 就變成馬衣薯 想法就是說 馬鈴薯不一定是圓的嘛 所以這個馬就把它寫得很像 鳥的感覺 蛤 我不懂 對聯 藍莓多 總有酸梅 馬鈴薯與馬衣薯 來賓請掌聲鼓勵鼓勵 分享給大家現在家裡長得一堂混亂 我好開心 各式各樣 我覺得今天一眼表現的其實 比我想像中的好很多 因為我甚至覺得他的字滿有自己的風格 你有開心嗎 好吧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如果喜歡的話 不要忘記給我一個like 然後也給在鏡頭後面的一眼一個like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那這幾天應該都會有所謂的新年特別企劃 那大家記得鎖定 耶 那就祝大家新年快樂 祝年新大育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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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樣拿對嗎 藍莓多 藍莓多 酸梅也多 好嗎 馬鈴薯與馬衣薯 就是馬鈴薯跟馬衣薯 什麼是馬衣薯 就是零跟一啦 就是你自己造的自己